马路上警方拉起封锁线 见识人员录影搜证 看得相当仔细 因为地上遗留一枚弹壳 地点敏感就在行政院旁 戒备森严的行政院大楼疑似经船枪击案 而当时有远警巡逻经过 就发现马路上遗落一枚弹壳 赶紧通报保留远警到场采证 30号早上6点多 驻守行政院的保留远警 在政院二号门听到疑似枪声 门口附近巡视时 发现柏游路上有弹壳 不敢大意赶紧通报 遭开枪后警方调阅监视器 发现有一台黑色兵士车 疑似在经过政院门口时 摇下车窗朝外开了一枪 接着快速逃离现场 恐吓异味浓厚 这枚弹壳是没有弹头 没有弹头 没有火药 不具杀伤力的 这个道具枪的弹壳 检视行政院周边区域 旁边就是警政署和保留总队 对面是监察院和其他政府单位 周围伤伴多 又临近台北车站 地点相当敏感 警方发现的就是这颗弹壳 虽然只是道具枪的空包弹 没有火药和杀伤力 但确实在院外开枪即发 非同小可 警方要移车追人 了解开枪动机 三星吕少博三星期台北采访报道